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身处21世纪的今天 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 奴隶制以及跟奴隶制相关联的奴役 虐待 暴力 囚禁都早已离我们远去 然而 我们不会意识到 在我们看不到的角落 在我们的视野和认知的盲区里 强迫劳动 身体虐待 精神控制 性暴力等等陋习却依然存在 在那些法治的力量难以触及的地方 血汗工厂的工人正遭受资本家无情的剥削 妻子正遭受丈夫无休止的家暴 职场女性正遭遇潜规则之下难以启齿的性骚扰 面对暴力 那些遭遇不公和迫害的人 又该如何捍卫自己的权利呢 今天这本书的主角 是一位惨遭蓄奴制迫害的女性 我们将带你回到1850年代南北战争前的美国南方 认识这位名叫科拉的年轻非裔女奴 看看她面对暴行与不公又是如何做的 这本书的作者是有文学变色龙之称的美国非裔作家 科尔森·怀特·黑德 他的小说尖刻而风趣 题材丰富 时常涉及人类学视角 被誉为美国在世作家中最出类拔萃的一个 这本《地下铁道》是作者构思长达16年的心血之作 2016年8月 《地下铁道》一经出版 便在全美引发地下铁道旋风 并得到前任总统奥巴马脱口秀女王奥普拉的重磅推荐 科尔森·怀特·黑德本人也凭借此书 荣获美国国家图书奖和普利策奖 成为家喻户晓的小说家 躋身最具影响力的美国作家之列 接下来我们将为大家解读《地下铁道》这本书的精华部分 你将了解有关美国奴隶制的真实历史 和黑人平权运动的残酷血腥 你将会从科拉的逆境求生的故事中 寻找到突破自我的勇气 让我们跟随科拉的脚步一起踏上惊心动魄的逃亡之路 探索有关自由的命题吧 下面我们就开始故事的讲述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部分 女性黑奴科拉在种植园的悲惨遭遇 迫使她决定踏上自由之路 《地下铁道》 故事发生在1850年代的美国 当时南北妥协通过了逃奴法案 即便奴隶逃亡到北方自由州 奴隶捕手也可以用各种名义将逃奴抓回南方 我们故事的主人公名叫科拉 是一个16、17岁的非裔女奴 她出生在美国佐治亚州的一个 名叫兰德尔的棉花种植园 在16岁以前 她对世界的全部了解就是这个种植园 科拉的外婆来自非洲 是被奴隶贩子绑架 几经编卖后来到了这个种植园 她曾经生过五个孩子 但是四个都因为生病悲惨死去 只有科拉的妈妈梅布尔侥幸活过了10岁 梅布尔是兰德尔种植园的传奇人物 在科拉10岁那年 她抛下自己的女儿 悄悄逃离了种植园 成为这里唯一出逃 却没有被抓回折磨致死的奴隶 而在一个戒备森严 又充满了告密者的村子里 能够成功逃脱 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情 母亲逃走后不久 科拉的外婆突然脑出血 死在了棉花堆里 十一二岁的科拉从此失去了大人的庇护 变得举目无亲 在这个暗无天日的种植园里 科拉的日子更加不好过 她被赶到奴隶中弱势群体聚居的零丁屋 每天不仅要辛苦地劳作 每时每刻小心提防监工地抽打 还要面对残酷的奴隶之间的内部斗争 不过虽然年纪小 科拉却有着极其顽强的性格 她学着外婆的样子 勇敢地捍卫属于自己的财产 建立自己不容侵犯的地位 在炼狱一般的种植园 灾难很快降临到科拉头上 就在科拉十五岁那一年 四个男奴把她拖到房后将她强暴 没有人去解救她 也没有人敢维护她 因为种植园里的奴隶们 每天都可能遭遇 比这更为悲惨的命运 每天为了存活 而争夺少得可怜的一点点利益 两年后的一天 一个新来不久 名叫希泽的男奴找到科拉 她告诉科拉 我要回北方去 我要逃跑 我想要你跟我一起 突然听到这些话的科拉 感到非常诧异 她无法信任希泽 以为是在上演一场恶作剧 过了不久 在一次夜间的寿宴上 一个男孩不小心撞到了 种植园主人 将一滴葡萄酒 溅到了主人的白衬衫袖口上 尽管男孩不停地赔礼道歉 但还是没能逃过老爷手中 金属手杖的无情抽打 眼看如此情景 科拉按捺不住 从人群中扑到男孩身上 伸手抓住主人的手杖 试图阻止这场的暴行 然而 暴行瞬间转移到了自己的身上 手杖重重地砸到了 她的头上眼睛上 血溅了一地 而这一切 连同科拉平日里的举动 都被隐藏在人群中的 希泽看在眼里 在希泽看来 科拉虽然年纪小 但是坚毅而勇敢 最重要的是 她的母亲 是这里唯一成功逃脱的人 在科拉的身上 有比别人更多的 成功的可能和幸运 这场仗则 让科拉的身体劈开肉绽 也让科拉 对种植园的一切 产生了深深的厌恶和质疑 在这个种植园里 他们只是白人的奴隶和财产 没有尊严 没有自由 如同草芥般任人蹂躏 根本不是作为一个生命而存在 她想起了自己 逃往自由州的母亲梅布尔 她意识到 几次三番找到自己的希泽 并不是在跟自己恶作剧 于是 当希泽再次找到她时 她答应了希泽 加入她的逃亡计划 希泽告诉科拉 他们将通过地下铁道 进行逃亡 曾经在北方的生活经历 和实质能力 让希泽得以发现 并接触到佐治亚州的废奴分子 和地下铁道员 她和科拉趁着夜色离开种植园 竭尽全力一路奔跑 穿过牧场 穿过沼泽 逃过袭击 终于踏上了 奔向自由之路 讲到这里 我们不禁要说 科拉能够踏出逃亡的第一步 源于她自己内心的反抗意识 和始终保有的对自由的向往 而希泽的出现 则是唤醒了她潜藏的逃离的意识 当我们面对困窘而无望的生存状况 我们要知道 这一切并不是必然的 一味地卑躬屈膝逆来顺受 不会让我们的生活变好 只会换来更加变本加厉的虐待 女性想要获得独立与自由 意识的崛起是第一步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部分 科拉通过地下铁道 一路被列奴者追捕 重重劫难的逃亡之路 在两名白人男子的帮助下 科拉和希泽终于见到了 传说中的地下铁道 这是一条隐藏在地下的巨大隧道 有着掩饰严密的入口 简易的月台和两条钢铁的轨道 轨道两旁分布着若干个秘密的站点 一旦某个车站暴露 整个路线就会中断 就这样 在巨大的惊诧和懵懂之中 科拉和希泽坐上了地下铁道上的火车 去往不知目的地的下一个站台 当他们再次走进阳光下 已经身在南卡罗莱纳 而与此同时 种植园的奴隶主和巡逻队 早已开始了大搜捕 一个名叫李其维的列奴者 接手了这次追捕的任务 这个心狠手辣残酷无情的列奴者 曾经也追捕过科拉的母亲 不过那次他失手了 因此这一次他发誓要找到梅布尔的女儿 同时还要找到那个传说中的地下铁道 并将之摧毁 在南卡罗莱纳 科拉有生以来第一次睡到了床 他和希泽被安排了新身份新工作 还有宿舍主 有客上有联欢 相比在佐治亚州的遭遇 这里就如同天堂 这里有12层楼高的格里芬大楼 里面管理着众多逃亡而来的黑奴的信息 这里没有严刑拷打 也没有监禁杀戮 科拉积极地想要融入新的生活 他做过白人家庭的帮庸 又被调往博物馆工作 在众人的眼光和纸戳下 在玻璃橱窗里表演黑奴的历史和生活 然而日复一日的被围观 让科拉开始思考这个展览 这个国家 这片土地的过去与现在 也让科拉对格里芬大楼里的 公派医生诊察室的言行 产生了怀疑 原来在南卡罗来纳 文明的虚伪表象之下 掩藏的依旧是对黑奴的 种种歧视和敌意 科拉和同伴很快就发现 白人给的自由教育医疗都是幌子 实际上是要黑人心甘情愿地 配合他们的性病实验和绝育计划 而在这段时间里 被蒙蔽被麻痹的希泽和科拉 一次次放弃了继续往北逃亡的打算 错过了四趟列车 直到猎奴者寻迹追到 这一次希泽没能及时逃离 侥幸逃过劫难的科拉 从此一人上路 下一站是北卡罗来纳 与南卡罗来纳不同 在北卡罗来纳 不可能出现黑人和白人一同生活的情景 面对废奴主义和黑奴逃亡 这个州的白人越来越恐慌 他们用血腥杀戮来进行恐怖的镇压 黑人反抗者和帮助黑奴的白人的尸体 在受尽侵侮辱后挂满了路边的树林 骇人听闻 社区公园广场上 每周还要上演审判黑人的宣传剧目 以激发恐怖和恐慌气氛 科拉被迫栖身于接应人马丁家的阁楼 屏息匿气 每天只能通过一个小孔 窥视外面的广场 勉强知晓些外界情况 然而 马丁夫妇藏匿黑奴的行为 被庸人菲奥纳识别 正是他的告密 马丁夫妇被悬在树上绞死 科拉则被追逐而来的 列奴者李其维俘虏 此时距离科拉逃离种植园 已过去十个月 李其维一行人 并没有向南返回佐治亚州 而是向西进入了充满火灾和疫病的田纳西州 准备去密苏里捉拿另一个逃奴 这次旅途是科拉唯一一次 没有通过地下铁道穿越州界 在田纳西 李其维还答应将一个名叫贾斯珀的陶奴 送回主人处 当李其维发现 这趟先西后东的路程不划算 抵不上压戒贾斯珀的酬劳时 干脆结束了贾斯珀的生命 李其维对科拉的仇恨非同一般 因为科拉母亲梅布尔的逃脱 是她职业生涯的奇耻大乳 可是她不知道的是 科拉同样也恨着自己的母亲 她在阁楼幽臂 终日无法直起身体的时候 她就时常幻想着 自己未来在路上遇到穷困潦倒 沿街乞讨的母亲 她恨他抛下自己独自逃走 如果他丸颈悲惨 那都是恶有恶报 就在科拉一次次伺机逃跑 军告失败 近乎绝望的时候 李其维的队伍 意外遭遇了三个持枪的逃奴 这伙人救出了科拉 制服了李其维 当他们让科拉自己决定 如何处置这个猎奴者时 科拉出于仁慈 并没有杀死李其维 而只是踢了他三脚 为死去的黑人同胞出了出气 而科拉没想到的是 正是自己的这一丝宽容 为自己日后带来巨大的不幸 跟随这三个逃奴 科拉通过地下铁道 来到了印第安那州 小有名气的瓦伦丁农场 这是一个收留逃奴的农场 拥有着黑人血统的 瓦伦丁一家人经营 印第安那州是个蓄奴州 瓦伦丁一家通过不懈努力 让来到这个农场的黑奴 可以暂时躲避外界的追捕和奴役 对于这里的黑奴来说 这个农场就如同一个堡垒 一个世外桃源 他们在这里工作 以积攒为自己赎身的钱财 在这里 科拉被告知 他原来的种植园主人已经死了 尽管这位奴隶主 在死前不断提高赏金 四处发放广告 不惜一切代价要抓到他 而现在他死了 这意味着 科拉自由了 对于这突如其来的自由 科拉更多的是感到虚幻 直觉告诉他 瓦伦丁农场 并不能带给他真正的自由 果然 不久之后 在一次农场政治辩论中 那些为自己攒钱赎身的 自由黑人认为 农场不该收容逃奴 尤其是背负了人命的科拉 会场在告密者的背叛中 转变为一场白人 对有色人种的大屠杀 而在屠杀的混乱中 科拉再次落入了 尾随而至的列奴者 李其为的魔掌 科拉的主人已经死了 赏金无处兑现 但是李其为一心 要侦破地下铁道的真面目 他要挟科拉 把他带到隧道的入口 就在吓到隧道中的时候 科拉奋力扑了上去 死死勒住李其为 两人在扭打中 跌落到黑暗里 李其为摔成重伤 命不久矣 他最终也没能抓住科拉 就如同他 没有抓住科拉的妈妈 梅布尔一样 科拉跳上轨道上 停留的首要车 驶入了无人踏足的隧道 把一里又一里的路 甩在了身后 前方某处的一个出口 将让他驻足北地 带给他永恒的自由 在小说的最后 作者这么写道 他从来没有要罗亚尔 给他讲一讲那些 建造了地下铁道的男男女女 他们挖掘了 一百万吨的岩石和泥土 奋战在大地的心腹 就是为了解救 像他这样的黑奴 还有那些 与他们并肩战斗的人 把陶奴领进家门 供他们饮食 把他们驮在背上 送往北方 为他们死 那些个站长 那些个列车员 那些个同情者 在完成了 这一壮丽的事业之后 你又是谁呢 因为在建造的同时 你也经历了 这一番旅程 前往彼岸 在这一头 是走入地下之前的你 到了另一头 就是一个爬出来 迈进阳光里的新人了 地上的世界 必定平淡无奇 迥异于地下的奇迹 迥异于你用汗水和鲜血 打造出来的奇迹 这 也是你珍藏在心底的 秘密的胜利 这是属于柯拉的胜利 也是无数废奴人士的胜利 更是属于千千万万 被奴役的黑人的胜利 我们回顾柯拉的整个逃亡过程 每每都会被他身上那种原始的勇气 和坚持不懈振奋 为逃跑过程中的危机四伏 和紧张刺激心跳加快 又会为他所受非人的苦难而愤怒 作者惨烈的行文 刷新了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知 将美国蓄奴制 对人类造成的巨大创伤 展露无遗 我们要问 为什么是柯拉 为什么柯拉能够成功逃亡 在小说中 作者并没有将柯拉描述为一个钢铁女战士 柯拉也曾退缩 迷惘过 一路上支持和帮助她的人全部死去 前途似乎一片灰暗 但是坚持和命运 让她一步步挨到了终点 我们可以看到 除了自身的勇气和坚持 柯拉逃亡之路 也是不断学习 不断成长之路 她从不放弃跟人学习 跟书本学习的机会 她像一块海绵 吸取着一切能够壮大自己的养料 她始终保持着警惕和质疑的态度 不放过任何探寻真相的机会 她秉性善良 但是用错了地方 结果导致了更大的不幸 当她再一次面对邪恶 她吸取教训 坚定地以牙还牙 在美国 很多女权主义者 都将柯拉视为 女权运动的代表形象 对于女性来说 柯拉的确是一个 从小说脱胎而来的鲜明榜样 面对家庭暴力 很多女性会选择默默成熟 她们第一时间想到的 是需要对方的经济支持 或者为了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 或者是畏惧对方的威胁和恐吓 在一句简单的 为什么不早点离开的背后 有着受害者无数的恐惧 挣扎和煎熬 不要用假象去束缚自己 不要用世俗去画地为牢 勇敢地走出去 一步步战胜艰难险阻 勇敢地去追求梦想和美好的生活 你会发现 每个人的生命都有着无限的潜能 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三部分 地下铁道的隐喻 及其背后的美国奴隶之历史 听到这里 相信很多听众会问 在美国真的有这么一条地下铁道吗 其实 地下铁道只是一个形象的比喻 指代南北战争之前 美国的废奴人士 为协助黑奴 由南部叙奴州 逃往北方自由州 而设立的秘密联络网 作者怀特黑德以此为灵感 用文字塑造出了逼真的隧道和列车 以至于奥普拉在读到列车 从地下车站出发 史上旷野的时候 不得不停下阅读 特地跑去复查十九世纪的地下铁道传说 到底是不是真有歧视 在《地下铁道荣获普利策奖》的 授奖词中这样写道 小说聪明地混合了现实主义和预言 将奴隶制的暴力 与在神话中逃离的戏剧性融为一路 这是针对当代美国的声音 我们知道 奴隶制的黑暗历史早已过去 为什么美国人却认为 地下铁道是针对当代美国的声音 据统计 在美国1830年到1860年间 每年有1000到5000名奴隶脱逃 1860年 美国南方奴隶总数接近400万 由此看来 逃奴的比例其实微乎其微 虽然1860年代的南北战争 是奴隶制在美国被彻底废除 但直到150多年后的今天 在美国社会 种族主义却依然无法根除 非裔美国人仍然没有获得他们所希望的那种平等和尊严 非裔美国人时常被无故鹤令停车 或遭到盘查搜身 无论当事人是穷是富 是不是中产阶级 警察在对待白人和非裔时 态度上有着决然的差异 有着切身感受的怀特黑德说道 实际上美国的阴暗一面 从来没有远离我们 就像我们曾经以为家庭暴力已经远离了我们 事实上从来没有远离我们 如果你从未遭受过家庭暴力 那是一种幸运 但是我们要知道 不是所有人都能如此幸运 他们的懦弱和无助 并不是他们理应承受暴力的理由 当我们面对暴力 沉默和隐忍是一种无声的放纵 我们需要更多的人勇敢地站出来 对暴力说不 在小说中 怀特黑德塑造了三代女性 外祖母阿甲里远渡大西洋而来 作为奴隶被反复变卖 她建设了各式各样的种植园和奴隶主 在这个过程中 她形成了自己的生存哲学 她性格坚韧而顽强 勇敢地维护自己的领土和领地 但她的认知也止步于此 止步于一个尚能苟活的种植园 在她的内心深处 是对自己命运的屈服 母亲梅布尔 作为兰德尔种植园的传奇人物而存在 但是在女儿科拉的心中 却是对母亲抛弃自己的憎恨 就在读者一直想要知道梅布尔的最终下落时 小说给了我们一个令人心碎的真相 原来就在梅布尔逃出营地 即将踏上自由之路的时候 她依旧无法放下尚在熟睡中的女儿 她最终选择了折返种植园 想要放弃自由陪伴在女儿身边 不料 在返程的路上 就在距离种植园不远的地方 她被蛇咬而中毒 又踩到沼泽的苔藓上 被沼泽的黑水 无声无息地吞没 也许 这就是梅布尔成为唯一出逃 却为被抓回的奴隶的真正原因 到了科拉身上 虽然举目无亲 遭遇悲惨 但是她很好地继承了外祖母的不屈和毅力 勇敢地维护自己的财产 建立自己的地位 同时她又继承了母亲的勇敢和善良 母亲的壮举在她的内心 印下了深深的反抗和改变命运的烙印 但是 她的身上也有着超越外祖母和母亲的 坚毅、沉着、冷静和执着 也有着对重获自由 毫不动摇的坚定信念 如果说梅布尔的出逃 是一次对自由的初步试探 那么在科拉的心中 这更是一个必须完成的使命和目标 她相信既然母亲能做到 那么她也能做到 历经种种艰险 她始终百折不挠 跟命运不断抗争 最终她得到了命运的青睐 照见了自由的阳光 到这里 我们讲完了《地下铁道》这本书的 全部精华内容 科拉的逃亡之路是惊心动魄的 她的遭遇是特殊历史背景下的真实勾画 我们每个人的人生又何尝不是不如意是十有八九 面对人生中的种种磨难和考验 永不言弃 永不屈服 生活也会对我们抱之以善意和美好 最后我想为你总结一下 在这部小说中 我们带你一同经历了 黑人女奴科拉的惊险地下铁道逃亡之旅 见识了美国奴隶制的残酷和黑暗 探索了美国废奴运动的曲折历史 也深入剖析了科拉家族三代女人的局限性和突破 地下铁道并不是真的存在 但是像黑人施以援手的社会网络却真实存在 家庭暴力的普遍和隐蔽 并不能用家丑不可外扬一句话抹杀 我们要做的是正确去认识家庭暴力 避免家庭暴力降临在自己身上 我们的社会 我们的法律 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对受害者施以援手 抵制家暴 人人有责 好了 我们今天的学习就到这里 期待与你在下一本书中相遇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